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来到由政大独家冠名的科技院 我们共同感受农业科技的魅力 大众化氧鸡一般120天左右 鸡就可以出栏了 可是在广东省连江市 有一个叫刘富东的人搞生态氧鸡 他家的鸡出栏要比别人多出一倍的时间 有的鸡甚至养了四年多还没出栏 这是怎么回事呢 记者去养殖场采访的时候 刘富东最先把记者带进了这个鸡圈 他说这个圈里的鸡都是养了四年多的老鸡 四年多了这个鸡 你看这一只它有多少斤啊 这么胖 现在有七八斤 这个有七八斤吗 对 有七八斤 我的天哪 多肥啊 为什么把鸡养到 就是要养这么长时间 养到这么大呀 我们的是养老鸡的这个 是别人定居的老鸡 刘富东养的这种鸡 是广东连江当地的土鸡品种 叫三黄鸡 这三黄鸡本身是一个角黄 一个是皮黄 还有是毛黄 刘富东是广东人 他知道当地有食用药扇的传统 制作药扇 其中一种很常用的原材料 就是日龄比较大 养了好几年的老鸡 养的时间长 营养高 老人小孩吃了 身体都很好 刘富东看到了这个老鸡的市场 于是专门针对这些客户 开发起了定制老鸡的业务 老鸡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刘富东说 只要抓一只来 近距离看看就知道了 别看这些鸡养了四五年 是老鸡了 它们其实特别灵活 要想徒手抓住 那可真不容易 追了半天都没抓上 刘富东决定换一种思路 采取以静置动的方法 没逮着 忍了半天都没逮着 太不容易 突然抓到了 两边都是这样的 这么长 鼻跟手指差不多了 你看 这么长 勾回来 越长的年龄越大吗 对 越长的年龄越大 除了老鸡 刘富东还养殖了六万多只 正常出栏的三黄鸡 为了给三黄鸡创造舒适的环境 刘富东把养殖场建在 莲江的一千亩荔枝林里 每十亩用铁丝网围成一卷 每一个鸡卷里面 三黄鸡的数量不超过三千只 莲江就算是冬季 平均气温都在二十多摄氏度 夏天就更热了 这些荔枝树 有两层楼那么高 树冠的直径达到了五六米 树下自然就成了 三黄鸡乘梁的最佳地点 三黄鸡还特别喜欢上树 没事就在荔枝林里 飞上飞下 自由地玩耍 飞到两三米高就可以 底盘大 鸡的密度又小 还可以在荔枝林里 肆意玩耍 刘富东说 他做的就是生态养殖 要给这些三黄鸡 提供优质的福利待遇 可是 记者在一个鸡卷观察了一会儿以后 却发现了一些奇怪的现象 离饭点 还差一个小时呢 就有鸡在空个饲料盆里 啄个不停 似乎是一点碎渣都不想放过 他们 这是饿了吗 这个鸡卷的饲养员 没把鸡喂饱吧 正当记者有这个猜想的时候 没想到被鸡群围攻了 没有吃的 没有 我什么都没有 我不是来喂你们的 没有 别走我 见记者并没有喂食的意思 鸡群开始疯狂的追逐摄像师 好不容易把鸡群驱赶开 发现 他们又全都聚集在了栅栏门口 对着外面是望眼欲穿 翘首以盼 记者换个鸡卷一看 情形也是一模一样 放点一到 等到饲养员刚打开栅栏门 还没开始喂食呢 就有鸡迫不及待的 跳上了饲料桶去争抢饲料 鸡群是蜂拥而至 饲养员迈步都困难 饲养员好不容易把饲料分配完了 不过三五分钟 鸡群就把饲料盆吃得见了底儿 折空盆追记者 堵门口抢食吃 鸡群的这种种表现果然是饿了 刘福东生态养鸡 为的就是符合鸡的天性 养出高品质的鸡 在这里我们是以钓养为主 什么是钓养 钓养也说给它们吃的 吃到八成饱的情况下 不让吃全饱 不用吃全饱 可是让鸡每一顿都吃饱 快点出栏 这岂不是更好吗 它为什么每一顿 只让鸡吃个七八分饱呢 其实以前呀 刘福东也是让三黄鸡敞开吃的 可是他发现 吃撑了以后 虽然鸡长得快 可是这直接影响到了 三黄鸡的肉质 吃得太饱的话会加肥 太肥的三黄鸡 在市场上卖不上价 刘福东请教了 广东海洋大学的 贾如敏教授 在贾教授的指导下 开始对三黄鸡 采取调养的方式 首先减少饲料的投味量 一只鸡一天需要的能量 是一定的 饲料的多少 只要满足这个需求就可以了 本来一只鸡 应该是125克左右 那现在是给他吃多少克呢 70到80左右 根据时间段 一个时间段 给点一个时间段 加点或者减点 需要长身体的阶段 就给80%的饲料 脂肪含量过高的时候 饲料就减至70% 当三黄鸡长到一定阶段以后 饲料配方也需要调整 原来三黄鸡吃的是 豆粕 玉米等蛋白质饲料 现在适当地往里面 添加中药材 桑叶等纤维物质 减少蛋白质的摄入 不是以增重为目的 主要是以改善肉质为目的 就是给他给的 吃上一点 有时就拉长他的饲养器 让他的这个肉质里面的 那个什么 一个是鸡肉的那个韧性增加 再一个呢 就是营养物质有时积累 调养的方式 不仅没有伤害三黄鸡的健康 而且还为刘富东带来了惊喜 三黄鸡原本就是一种 慢速生长的地方鸡种 掉养之后 鸡出兰的时间 虽然延长到了270天左右 但是肉质变得更加筋道了 本地人要吃那个白质鸡 它一定要有个嚼头 就是那个有个韧劲 这个鸡养的时间久了以后 你吃的话 它那个鸡皮都不一样 鸡皮呢 就是很脆的 抬牙 白切鸡是连浆的一道名菜 它的做法非常简单 就是把整只鸡 放进大火的滚水中 窜几下 然后小火煮15分钟 鸡皮变得金黄 就可以出锅了 因为做法简单 所以对于食材的要求很高 刘福东用调养的方式 养出的三黄鸡 肥瘦适中 肉有嚼劲 非常适合做白切鸡 比较有糖性 又香又嫩又滑 食客是比较最喜欢的这个 而且销售量目前来说是最高的 调养成功后 为了进一步提升鸡的品质 刘福东还让三黄鸡 住上了有设计专利的楼房 吊脚楼 吊脚楼是竹质结构 地板的竹子上 铺了一层铁丝网 铁丝网格的大小是2.5厘米 乘以2.5厘米 可以确保三黄鸡 在上面行走自如 不会因为网格太大卡住脚 这种铁丝网格还有一个好处 可以保护鸡蛋 第一 把蛋缠在网上都不会烂 它有个弹性 因为这是很小的铁网 小铁丝 它有个弹性 不会碎吗 不会 我试一下 哎呀 我手把他摔心 我看一下 它有一定的硬度 别怕这个 还好 还好 三黄鸡在鸡舍下蛋的时候 鸡蛋不仅掉不下去 还会反弹起来 避免了破损 虽然鸡爪和鸡蛋 都不会从铁丝网格掉下去 但是网格和竹子的设计 却可以让鸡粪顺利地掉落 这只是凹面 鸡拉下来的那个是很容易 掉到这竹面上就 掉下去 鸡柱的吊脚楼 高度还很讲究 最低只能不能够小于1.1 最高就跟着地形了 有高的两米都有 吊脚楼的高度 为什么要不低于1.1米呢 这和刘福东建吊脚楼的初衷 是有关系的 刘福东把鸡养进了荔枝园后 晚上鸡回圈 一个圈里三千只鸡 鸡粉堆积在一起 又脏又臭不说 对于鸡的健康也不好 于是呢 他想用吊脚楼把鸡和鸡粪隔离开 刘福东根据地试 把吊脚楼建在比较通风的山坡上 他发现只要高度超过1.1米 就能够确保风顺利地通过 以最快的速度风干鸡粪 从源头上尽量避免鸡粪腐蜀 产生氨气 而且鸡粪直接掉在地面 避免了鸡在活动的时候 踩在鸡粪上从而感染病菌 刘福东设计的吊脚楼 不仅加速风干了鸡粪 也很方便工人快速清理 一个星期清理一次鸡粪就可以了 解决了鸡粪问题 生态养出的鸡品质自然更好 不过接下来刘福东却显得很紧张 因为他在寻查鸡粪的时候 发现了空弹壳 几个空弹壳 为什么会让刘福东如此紧张呢 就是做好那一段时间 我们抓了四个黄鼠狼和两只鹰 这样我们都放了 之前有黄鼠狼光顾过鸡卷 为了防止黄鼠狼再来偷吃 刘福东组织员工加固了每一个卷的铁丝碗 还配上几只狗做保安 让工人带着他们在养殖场里巡逻 按理说 在这么严密的防范之下 应该不会再有黄鼠狼了 可是本来应该在鸡卷里面的鸡蛋 为什么会出现在鸡卷的外面 又是谁偷吃了这些鸡蛋呢 刘福东带着员工清查鸡卷 有员工陆续在鸡卷外面 发现了几只母鸡的踪影 巡逻的小狗 发现了也开始帮着追赶这些母鸡 看到眼前的画面 刘福东突然松了口气 他判断 这次应该不是黄鼠狼 潜进了养殖场 而是这几只母鸡上受惹的祸 你看我们的网就这么高 大概有两米 就是两米 本身就是两米 它在那树上 飞到树上就飞下来了 母鸡应该是从树上 借势飞出的铁丝网 这样的情况 刘福东以前看到过 他还猜测 这几只母鸡逃出来以后 在草丛里面下了鸡蛋 而正在巡逻的小狗 看到就吃掉了 虽然是虚惊一场 可是刘福东一看到鸡蛋被偷吃 就紧张 这是有原因的 他养的三黄鸡鸡蛋 金贵得很 卖十一元钱一个呢 每天下午三点 饲养员开始剪蛋 母鸡都喜欢抱团下蛋 所以饲养员剪蛋的时候 都是往母鸡成堆的地方长 你刚才剪蛋的时候 为什么鸡的反应那么大呀 就是 它剪它就大嘛 剪它就大嘛 平常也这样吗 平常没有 那是因为什么呀 因为这个是伤人的 我们生人 所以它害怕是吧 对对对 等饲养员剪完蛋 记者发现了一个问题 弱大的一个鸡舍 鸡蛋居然那么少 连一个桶都没剪满 大概有多少个 有三百多个 三百多个 这里一共有多少鸡啊 有两千四 两千四三百多个 那好少的 就算不是每只鸡都下蛋 鸡蛋的数目和母鸡的总量 也太不成比例了 可是刘福东 却一点都不着急 我们是控制在 八到十天才下一枚蛋 你们是故意控制的 对我们就是这样控制 三黄鸡以铲肉为主 如果母鸡下蛋多了 会影响肉质 而且三黄鸡母鸡的产蛋量 原本就不高 从一百五十天开始产蛋 基本上三天才能够产一枚 创造不了多大的经济效益 所以刘福东之前 一直在想办法减少产蛋量 母鸡生一颗鸡蛋 需要一定的能量 要想让母鸡少下蛋 就要让它花费更多的时间 去积攒能量 刘福东决定 在母鸡的饲料中 增加牧草的比例 因为车尾色营养物质比较少 只是撑它的肚子相对薄一点 母鸡原先三天积蓄能量 生一个蛋 经过饲料配风的改良 变成了八到十天 才能够攒够能量下一个蛋 从一百五十天出产蛋 到二百四十天出栏 刘福东养的母鸡 一生大概只下十个蛋 蛋下得少了 母鸡的肉质自然就变好了 让人意外的是 蛋的质量 居然比以前也要好了 这么假都不酷 你来试试 我试一下 一般蛋黄很容易就散掉了 对 它太丑了 我感觉到它中间就是包裹得很紧 包括那个蛋清 把它围着给它进来 蛋清也很丑 鸡蛋越新鲜 品质越高 它那个包得越紧 因为质量好 数量又少 刘福东给这些鸡蛋 定价11元一枚 放到专卖店销售 没想到 竟然十分受消费者的欢迎 跟小时候那个鸡蛋的味道是一样的 没有小孩吃饱一般都 让三黄鸡在荔枝林玩耍 在吊脚楼睡觉 少吃食 少下蛋 刘福东用生态养殖的方式 养出了地道的三黄鸡 记者去采访的时候 正好临近春节 刘福东邀请记者和他的朋友们 一起体验 莲江乡间最热闹的三黄鸡做法 烤摇鸡 按摩一下吗 烤摇鸡就是先把三黄鸡腌制入味 然后烧红土摇 用土块的余温焖热三黄鸡 出来了 汤流出来了 这样的做法 保留了三黄鸡脾脆肉嫩的特点 十分的美味 太好吃了 它那个汤汁都浸在里面了 特别好吃 特别滑嫩是不是 好事 不要吃 不要吃 小编提示您 钓养是一种生态的养殖方式 适用于生长周期长的地方土鸡品种 快速生长型的鸡 是不适合钓养的 好了 如果您想了解 今天节目的相关信息 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联系方式获取 感谢您收看 由正大独家冠名的科技院 咱们下期节目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